660 795 在重量上減輕了200克之後 到底騎乘起來的感受有沒有差別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不夠輕啊沒有1300 嗨大家今天這一集看我大包小包 今天這一集我要來升級我的車子 我這台車騎到現在也大概一年的時間 想說要來升級一下輪組 還有我的大盤讓它更輕量化 那我們就趕快去裝上車 再來實測一下到底有沒有變輕吧 GOGO 現在的重量是7.75公斤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把這些大盤 還有輪組甚至靶帶全部都喚醒一次 然後來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機會變輕吧 我剛看的那個大盤 它的真的是金雕細琢吧 很多就是可以偷清的地方都挖掉了 非常期待它的重量表現 那我們就來開工吧 660公斤 795公斤 可是一組好的輪組啊 雖然說這個1455聽起來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這個不夠輕啊沒有1300公斤啊 頂級的胎被耐力披零 為什麼我選擇這個胎 除了 它是冰工廠唯一指定 就是唯一使用的品牌之外 它從安裝 然後一直到你磨完換下來 這段時間它的表現都非常的穩定 它兩片不能分開的 對 one piece 但這樣其實有個很大的好處 也可以降低就是異音的發聲 對 改裝完成 我們就來上秤台 拍秤 剛剛是多少 剛剛一開始7.775 7.77公斤 7.575 欸 剛好200克欸 對 我們剛剛是7.775 200克2萬塊 對 就是改裝了 最明顯應該是把帶 因為顏色完全不一樣 剛剛是白色 然後我們 太久沒換 所以換黑色 最後這個銀邊呢 剛好搭配我們的大盤 剛好是一個組的顏色 看起來 滿搭的吧 欸 這紋路真的很帥 而且又得到輕量化 真的還滿爽 對 讚到 然後還有輪組 我們輪組也前後都換新了 所以總共最後的結果 輕了200公克 對 而且這邊很公平 因為疊盤是同一組 外胎是一樣的 外胎雖然是新的 但是是一樣尺寸 對 前後外胎都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換的只有 大盤 框 跟靶帶 這三個東西 對 其他東西都是原車的重量 對 輕200克 很值得啦 多花了兩萬塊 輕200克 值得 接下來我們就到外面試騎 看看它的表現如何吧 走吧 我們今天來測試一下換裝之後的斯特拉 在重量上減輕了200克之後啊 到底騎乘起來的感受有沒有差別 寬高一樣 但總車的車價輕了200公克 我們現在在大湖山莊 我們繼續往豐貴嘴前進 Go Go 醬哥 我們用 glorious Gadig 封密小聲 打開 比賽 要有更多多 進一步 進一步 走 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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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在上一次我來騎風貴嘴破PR的那一次騎乘啊 我也是騎乘這個輪組 那我覺得非常明顯的感受就是在騎乘當中 你會覺得你在上坡的時候回轉速可以很明顯的提高很多 那我自己是比較習慣高回轉的騎乘方式 所以就可以在騎乘的時候不會覺得腳需要很大力的往下踩 反而是可以你的腳換步變得很快 那這個時候其實對我來講在上坡的PR累積就會減少很多 那這個輪組也是搭載了PRS的系統 就是它的花骨設計是它全新推出的 那在咬合性我覺得也蠻明顯有感的 有時候在上坡突然起步的時候你會覺得有點踩空 但它在換了這個新花骨的設計之後 你就會覺得出發的時候馬上就可以感受到輪組的推進效果 有時候把你做一個開崩陷的設計 抵達山頂啦 我們現在在這邊應該是五指山 就是很多海輪咖啡 再往前一點就是風貴嘴 然後剛剛騎乘上來上坡的體驗 因為這條路其實是我第一次騎 然後沒想到其實整段 平均坡度我覺得都有9到10%的坡 其實都蠻長的 但我覺得在車子有點輕量化的感受 其實是蠻明顯會有差異的 因為騎起來你會覺得真的 你要加速的時候其實輕快很多 而且在輪組上面的體驗 其實也是非常有感 就是你在要抽車的這一刹那 你不會覺得你起來 然後你的慣性帶不太起來 反而是你會覺得輪組輕巧的感受 然後滾動的這個慣性非常好 所以在爬坡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整車是非常輕巧的 那剛剛在上坡的表現 我覺得是還蠻滿意的 相對我原本的設定 我覺得也是提升了不少 然後在大盤上 這是為了搭載5234的大盤 那相對於原本的 我是5236變成稍微輕一點 爬坡的時候 我覺得5234的這個配置 相對於在上坡的時候 其實輕巧很多 跟我原本的5236比相對輕一點 而且它的大盤整是挖孔的設計 所以輕量化非常有感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我在 車子輕量化的過程 整體我覺得升級算是非常有感受的 那接下來會帶著它 繼續征戰各條上坡路段 我是你的教授之外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就到煞車之四 ock火 隨便 隨便 我們fat